我们这个专业呢 有这个要求就是 什么样的人适合学习 我们的这个大数据专业呢 就是我们要求掌握 管理学的基础知识 基础理论 具备大数据的分析能力 在这样一个就是背景下呢 我们开设了大数据本科专业 那么大数据本科管理应用 这个专业呢 是隶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 国家这个国家一级学科 那么我们这个学科呢 是2017年入选了 国家双一流的建设项目 那么西安江东大学也是 全国首批这个获准设立 大数据管理应用专业的 本科专业的三所大学之一 那么我们从2018年 已经开始招生 目前已经有两级的学生 我们的培养目标呢 是希望能够培养 掌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 熟悉大数据的管理技术与方法 善于应用商务数据 进行分析的这个 综合型的高端人才 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 有这个要求就是 什么样的人适合学习 我们的这个大数据专业呢 就是我们要求掌握 管理学的基础理论 具备大数据的分析能力 具备良好的管理问题 识别与诊断分析能力 具备良好的这个沟通能力 具备现代工具的一个 使用的比如说R语言 Python语言 具备良好的学术潜力 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仅仅局限于 就是培养一个 掌握一些程序的 这个本科生 我们是希望从本科 一直到硕士 甚至培养到博士 就培养大数据领域里面的 高精尖的一个顶级人才 那么还要具备良好的 社会责任感 具备良好的团队精神 和终生学习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体系 我们这个课程体系呢 四大块 包括数学和基础科学 我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专业呢 是对数学和计算机的能力 这两项能力要求的是非常高的 我们要学高等数学 先行代数概率论 大学计算机 数据库的基础应用 以及Python语言的数据处理 此外呢 我们专业的大类基础课呢 包括运筹学 管理学 微观经济学 课宏观经济学 以及管理信息 应用统计分析等等 专业必修课呢 包括大数据的技术基础 大数据的管理方法应用 数据分析语言 和大数据的统计分析 智能网络 智能决策 以及继续学习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专业选修课 包括金融大数据分析 图像视频 就是人脸识别的 这个大数据分析 商务人工智能等等 以及大数据的管理前沿 都是精心设计的一个 比较高端的一个课程 那么这个专业将来的 就业前景怎么样呢 我们看啊 我们国家呢 有一个这个国家 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规划 那么提出了到2020年 大数据的这个产业呢 要突破1万亿元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那么据这个国际油价公司 叫IDC啊 数据统计公司呢 预测 那么未来三到五年 大数据的人才缺口是 多达150万人之多 那么有数据显示呢 一个数据分析师的起薪 通常是六位数 工作两年之后呢 年薪可以达到20万到30万 工作十年以上 达到十年以上的这个 数据分析师的薪资 可以高达50万 那么我们管理学院 就是去年有两位 这个大数据方向的 一个博士毕业生啊 一个是去了中国人民银行 然后年起薪呢 是30万 因为是这个 事业编制的 这个国家公务员的 这个形式 已经是国家公务员里面 底薪最高的 那么另外一个 这个博士呢 是去了这个一个 金融大数据公司 那它的起薪呢 是50万 好下面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 我们开设这个 管理学院开设这个 大数据专业的 我们的一些 师资和优势 我们大数据管理应用呢 有专业教师 20余人 军事具有 博士学位 大家都 都有海外 留学经历 那么我们队伍中 有国家级的人才 国家级计划入选者 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 以及 国家优青 以及西安教动大学 青年拔剑人才 十余名 我们的教师的 专业背景呢 是有 管理类 数学类和计算机类 分别占三分之一 就是 我们大数据这个专业 本身是融合了 计算机和数学 所以我们这样是一个 交叉性的一个 一个学科 那么我们 西安教动大学 管理学院 大数据 这个专业依托 有 以下这些 一流的平台 我们有 大数据算法 以分析的 国家工程实验室 我们有中国 改革试点探索 评估协动中心 这是我们西安教动大学 以这个国家 发展改革委呢 合作创办的 这样一个 协动创新中心 我们有过程控制 效率工程 教育补助点实验室 以及中国数字经济 动态监测 预警基地 和陕西省的 医疗大数据健康 工程研究中心 等等 我们这些国家级 以及省级的这些 中心 给学生提供了 就是 第一是数据来源 第二是一个 应用实习的一个机会 还有介绍一下 我们的 这个一流的成果 那么我们的专业团队呢 面向大数据的 研究前沿 在智能决策 机器学习和大数据 这个行为分析上领域呢 已经取得了一些 重要的研究成果 我们近五年呢 我们性管系呢 是在国际重要的 顶级期刊上 发表了150笔篇论文 那么其中 GCR一区的文章 Nature子刊一篇 以及在国际顶尖 人工智能和管理 机器学习等 顶级期刊的发表 这个论文十余篇 这在这个国际上 是非常高 非常高的一个 论文的 学术的一个业绩 那么我们承担 国家级的研究课题 那数十项 那么我们 也要有一流的师资 也要有一流的 社会服务能力 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团队 面向国民经济的 主战场 已经就是 取得了一些 好的一个应用实践 那么我们获批 有200万以上的 横向课题 有五项 其中这个城市地下空间 工程大数据 分析一共不平 其实是一个 工程里有一个 顿购机的一个项目 它的项目进入 是高大900余万 那么在这个 新冠疫情期间呢 我们管理学院的 刘岳文教授呢 是在 开发了一个 这个疫情数据 大数据 这个人口监测的 一个系统 也是受到了 社会的一个 广泛的好评 字幕志愿者 杨文教授呢